仙剑系列为什么越来越糊 大家好我是小八 最近新仙剑1和仙6关心了阵容 没成想 大家都在讨论无狐哥不仙剑 对新剧很傻期待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仙剑系列为何越来越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仙剑系列为何越来越糊 是太拉胯了 我唐玉柔向你发誓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江云凡 而且女人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江云凡 她才会变得笨 但她是全小的 对新鸡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对新鸡 我在这边 她在这边 她在这边 如果中国人 会不会离开江云凡 其实是圆的 一个圆形的球体 让人心动的表哥刘靖元 文弱书生却不懦弱 李公子容忍是有限的 你可以欺负我表妹 你可以侮辱我 你要怎么报复都可以 但灵儿姑娘 她是你的爱人 你这样说 不但侮辱你自己 你也侮辱了她 还有唐玉小宝和阿奴这对欢喜烟假 前妻有多欢乐 后妻就有多悲伤 阿奴 这么巧 我们又见面了 唐玉小宝 我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可是 我失去了双臂 没有翅膀 飞不起来了 我带你一起飞 我们飞吧 仙三里 隔热化粮的猫猫 这 这是什么 我使用 我的一斤肉 去和 龙乳脸交换 可以 可以 换 十斤 粮食 外冷内柔的 不尊成龙 痴情狐妖万语之等 哪个不精彩啊 而云之凡里的配具 毫无特色不说 还把游戏里 可爱的小女孩采薇 魔改成了一个女汉子 现在的仙侠剧 基本上呢 以男女主的感情线为主 配角都是背景版 从剧情上来说 仙一和仙三都是以主角团升级打怪为主线 谈恋爱为副本 最后 为拯救苍生奉献乃至牺牲 云之凡的剧情 拖沓雷人 中间注冲了很多佩地的感情戏 人设上 云之凡的男主江云凡 人设比较任性和自大 有时还不分轻重 我没有想偷偷摸摸拿走副析 将是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救他是必然的 身为鼠山弟子 您的徒弟 我一定会光明正大地拿走副析 你敢跟他开口拿副析 你就是找我死 左耀于事 女主唐宇柔像灵儿一样温柔善良 但却没有灵儿的人设丰满 在浮华道上面 仙衣和仙衫都很有记忆点 仙衣里 灵儿梳着可爱的双压剂 缠着绿色发带 经常穿一身绿色衣裳 而林月如就是像穿红色衣裳 仙衫里 雪剑男一头长卷发 子绝男一身紫衣 龙颓的广袖流仙裙等 都让人印象深刻 而云之凡里 女主本是一个温婉的加拿大小姐 结果穿了一身江湖气息 男主一头紫色的沙马特发型 太丑了 现在的仙侠剧 不坏道更是敷衍 统一的白衣飘飘丧葬风 咱就是说 过去的剧里 神仙穿的衣服 色彩都挺丰富的呀 从制作上来说 云之凡的特效太差了 这组号称请了 韩国顶尖特效公司 结果特效就这 微速低空预见飞行 好像在踩滑板 就这高度和速度 也好意思叫预见飞行 看这脸部虚化的边缘 这PS技术 那在三天速上班学的吧 现在里的蜀山弟子并不是摆设 每次团战真的有两把刷子 打斗场面很然 而云之凡里蜀山弟子战斗的画面 有一个字 烂 咱就是说呀 现在的特效技术已经很好了 结果这几年呢 还是有不少大制作的仙侠剧 特效得很烂 真的是让人好失望啊 云之凡的烂 让大家对仙剑系列 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再加上 近几年 仙侠剧泛滥 观众对仙侠剧早已审美疲劳 仙一仙三之所以能够成功 除了前面出讲的优点 也是因为当时 电视剧市场仙侠题材空白 观众对于游戏改变的仙侠剧 兴趣很大 所以造就了仙剑出道及巅峰的神话 现在的仙侠剧呀 都是披着仙侠的皮 骨子里其实是虐恋 哪里还有仙侠之气感 以前的仙侠 是为了大义苍生而虐 相爱之人不得不分开 比如 灵儿肩负起大地之母的责任 踢上了自己的生命 留下李小瑶和孩子 子萱和长青虐恋三世 最后因为两个人所肩负的责任 也没能在一起 像三生三世虐恋这种套路 已经是子萱和长青玩剩下的了 现在的仙侠剧 纯粹是为了误会纠结而虐 为了三角恋而大打出手 琉璃 千古绝尘 香蜜等 一个赛一个的虐恋情深 完全背离了仙侠剧的初衷 主角们 各个带有来头 不是天地之子 那就是上古真神 小巴不理解的是 既然 主角们都这么大羞威了 还成天为了爱情要生要死 这格局也太小了吧 之前的千古绝尘 简直就是闭眼选角 女主中冬雨 连衣服都撑不起来 被一众女配秒杀 男女主更是毫无CP感 毁了一部S家大制作剧啊 唉 已经杀青的《仙剧4》 主演呢 是巨静一和陈者远 咱就是说这巨姐的剧 是啥质量 懂得都懂 杀青时 巨姐的战损装 果然还是巨姐风格 无论如何都要美美搭 《仙剧6》 关心的主角是许凯和余淑欣 也不知道 JRV有没有CP感 之前啊 《千古绝尘》里 许凯也是毫无先进 许凯的电视剧 至今无缘声不出意外呢 到时候 咱们看的又是配音F4之一 和烂演技 IDOL谈恋的大剧 而最让观众反应大的 还是《新仙剑1》 毕竟 《4-6》只是仙剑系列剧 拍出来呢 最多不过和云之凡一样烂 不至于毁经典 但是 《新仙剑1》 那可是翻拍仙剑1 他们怎么敢的呀 首先 《新仙剑1》的主演阵容并不强大 已经让人失去了一丝丝期待 虽然仙剑1的演员 当时名气也不大 但是颜值是天花板 演技也不错 《新仙剑1》的演员呢 颜值虽然也不差 但 却没啥辨识度 《仙剑3》的电视剧 改变全也在讹的手上 就讹着两年扑的剧 加上《仙剑变仙恋》 翻拍出烂剧的情况看 嗯 小八 很难看好呀 《仙剑1》和《仙剑3》 已经终于在前 属于《仙剑3》的辉煌时代 已经过去 翻拍和系列剧 从剧本和演员 很难达到以前的高度 一不小心就会毁经典 就不能搞点新东西嘛 我是小八 下期见咯